哈喽,大家欢迎收看蓝猫说影集系列 今天我们来看刑事走入第二季的第十二集咯 还有一集就大结局咯 还没订阅的伙伴们赶紧订阅 上一集说到 一伙人本来已经决定处死刷孕少年 但在最后一刻 男主却下不了手 另一方面 贪婪的儿子无意中导致刑事进入农场 结果间接害死了老司机 故事开始 一伙人为老司机办理简单的丧事 男主悼念老司机 说老司机是团队里唯一能够分辨是非黑白的人 在死之前啊 还一直说服团队绝对不能丧失人性 现在 至今他的最好方式 就是重新团结起来 求同存异 以对的方式做对的事情 好了 现在农场里总共有14个人 经历这么多事情 老头终于答应让所有人都住进房子里 而男主开始拟定策略 来巩固农场的防御 把车辆停放在每个门口前 然后 在封车房和骨仓上设立哨岗 另外 踢狗和鲁哥将负责日后的巡逻 确保万无一失 同时 老头则负责防止粮食的问题 一切安排的有模有样 看来啊 老司机的死 在某种程度上 真的把团员们都团结了起来 与此同时 儿子跑来找好兄弟 归还自己偷偷拿走的枪 再把找着地的事情坦白告诉好兄弟 儿子觉得啊 要是他没有顾着玩 而是开枪射死那只行尸 那搞不好啊 老司机就不会死 但是到如今 再多说也没有用了吧 好了 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 合作无间 这时啊 老婆找了好兄弟 两人敞开心怀 把早应该处理的问题说清楚 老婆先向好兄弟表示感激 因为啊 末日刚刚发生时 如果好兄弟没有在身旁 老婆和儿子根本就不可能存活 最后 老婆为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感到抱歉 派他和男主反目成仇 好兄弟听了这番话 竟然红了眼眶 难道好兄弟真的放得下心结 不再处处针对男主了吗 好兄弟随即找了男主 把儿子在找着地所发生的事情 告诉他 要他好好跟儿子谈谈 不要只是关心团队 而忽略了儿子 于是 男主前却安慰儿子 说老司机的死跟他没有关系 男主还把枪拿给儿子 要他照顾自己 在这年头啊 儿子已经不可能享受童年的欢乐 只能活在当下 以保命为重 而儿子经历了这件事情过后 相信应该会变得更加成熟懂事了吧 好 解决了家事 是时候干正经事了 男主和弩哥症状待发 想要把帅云少年带到远方放生 虽然啊 帅云少年依然有可能会带人回来寻仇 但大家已经决定 尊崇老司机的遗愿 做对的事情 踢狗来到骨仓 想要把帅云少年带去车 却发现他不知所踪 明明双手已经被靠着了 帅云少年是怎么逃跑的呢 哦 原来啊 这全是好兄弟干的好事 帅云少年被好兄弟给带到森林里 好兄弟要帅云少年 带他去他的团队那一边 还说啊 自己实在是受不了男主这个软弱的团队 还不如加入帅云少年的团队吧 帅云少年不宜有他 便开始带路 结果才没走几步 就听到脖子被扭断的声音 和帅云少年的尖叫声 所以说啊 帅云少年是不是很帅云呢 画面一转 只见好兄弟用力地把头撞向一棵树 弄得满脸鲜血 制造自己被帅云少年袭击的假象 与此同时 男主一伙人仔细检查骨仓 发现手铐上占有鲜血 想必是帅云少年挣脱手铐时弄伤的 但骨仓的大门啊 从外被上锁 受伤间体弱的帅云少年 有可能爬得上屋顶逃跑吗 就在这个时候 好兄弟发挥过人的演技 好像拿过奥斯卡斯的 回到骨仓 说自己被帅云少年袭击 而现在 帅云少年正在森林里逃跑 男主听了 马上吩咐所有人躲在房子里 只派了亚洲男和弩哥 来帮忙追踪帅云少年 弩哥第一反应提出质疑 帅云少年手无波及之力 真的那么容易袭击到 强悍的好兄弟吗 不管怎样 四人分成两组 各自继续追踪 两组人从早查到晚 很明显什么都查不到 男主似乎也察觉到 好兄弟的故事有点问题 是有蹊跷啊 但好在弩哥的森林追踪技术一百分 最后 总算沿着地上的蛛师马迹 找到了帅云少年 被好兄弟袭击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 后方传来声音 竟然是 化成行尸的帅云少年啊 也不知是 帅云少年的怨气特别重 还是怎样 战斗里超强的两人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能成功干掉 行尸帅云少年 弩哥检查尸体 才发现了 他的脖子是被人扭断的 但如果是被杀 那又怎么会化成行尸呢 与此同时啊 乃者并不知道 已经找到了帅云少年的尸体 依然和好兄弟追查行踪 两人在回去农场的路上 乃者突然停了脚步 转向好兄弟 说了一句 这里 就是你打算动手的地方 我靠 原来好兄弟早有预谋 打算在这里干掉男主 再回去农场编故事 就好像上一次 肥仔的故事一样 而身为多年好友的男主 早就看穿好兄弟的阴谋 唉 好兄弟认为啊 只要干掉男主 老婆和儿子就会回到他的身边 就像末日刚刚发生的时候一样 好兄弟接着使用言语 激怒男主 说老婆是个破女人 儿子是个懦弱的男孩 目的就是要逼男主 拿枪反抗 但男主才不中计呢 男主表示 自己不会反抗 男主是佛系好友 好兄弟只能杀一个 手无寸铁的老朋友了 男主甚至还慢慢地 把自己的枪 交给好兄弟 难道这个举动 真的能够感化好兄弟吗 万万没想到啊 好兄弟一接过手枪 男主便掏出刀子 一刀刺向好兄弟 而枪声也随即响起 说明了 好兄弟确实依然想要杀男主 结果就这样 好兄弟被刺中要害 很快就断气身亡 可想而知啊 男主陷入崩溃 发生大哭 毕竟啊 这可是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 也不知过了多久的时间 男主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 万万没想到 儿子突然出现 看到好兄弟死在男主的身旁 激动的儿子拿出手枪 男主以为儿子想要干掉自己 殊不知啊 好兄弟竟然化身成为刑尸 追咬男主 千军一发之际 儿子扣下板击 干掉了刑尸好兄弟 这一枪声啊 吸引了森林里远方的刑尸群 而这一节就这样结束 哇操 实在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老婆刚刚跟好兄弟摊开 把话说清楚 本以为啊 好兄弟会释怀 不再纠结 却反而让好兄弟起了歹念 竟然想要干掉咱们的男主 独占老婆 儿子 忽畏出生的宝宝 结果啊 战恶中有报 最后还是死在男主的手里 团员们对这突如其来好兄弟的死 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呢 而下一集就是大结局了 还没订阅的伙伴们啊 记得订阅频道 再点击小铃铛 还有大大力的分享出去哦 我们一起期待大结局咯 下次见 Bye